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款新款的智慧冰蓝 在开机之前,我们先要把后面的污水瓶装满水 仪器后面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污水瓶和一个滴瓶 现在我们先把这个污水瓶打开 然后我们会看到里面会有一个加水口 我们会配有一个漏斗 把它连接到这边的话,我们就比较方便进加水 加水量的话,我们会大概加500毫升 加完一个水之后,我们就可以把盖子合上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智慧冰蓝的整体操作 先把后面的电源开关打开 然后iPad的开关的话,我们是在左上角这里长按 然后就打开了 然后我们桌面上会有一个图标 先点一下,然后再点两下 然后就打开了 点进去之后,我们如果是新会员的话 点击这个注册 里面会有会员姓名 填写客户的名字 联系方式 要填十一位数的电话号码 然后会员性别 出生日期地址 填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给客户拍一个照片 然后就当做一个记录 然后下次客户的话再做检测 也可以做一个对比这样子 全部资料填完,拍完照就按一下确定键 因为我们之前的话已经登录过一个会员 所以的话只需要按退出 我们就用我们之前登录的一个会员账号来登录 输入这一个电话号码之后 按确定 然后我们会进入到一个界面 是有四个模块的 第一个的话是全面检测 进入到全面检测的话 我们是有六个板块的一个检测的 首先是额头 然后把这个仪器放到额头部分进行拍照 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拍 一次的话它会进行三张照片的拍摄 然后是眼角部分 对准眼角 然后的话也是点击按键 然后是脸颊部分 鼻子部分 鼻子部分 腰是嘴角 下巴 拍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点击分析键 进行分析 现在的话就进入全面分析的这个界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皱纹 毛孔 色斑 粗糙度 油分 敏感度 水分 粉刺 八大分析的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分析报告 看一下毛孔的分析报告 然后它会分析出面部比较严重的位置 你看这边 毛孔比较严重的是鼻子部分 水分比较缺的就是这个额头部分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总结 总结的话它也会综合给出意见 有一个明显的分析 然后的话就看到推荐产品这一列 商品的这一个图片 功效 还有具体的列表的话都可以通过后台添加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浏览报告 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个分析的话 它是通过打印出来 然后可以让客户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对比 下面来讲一下定点检测 如果想要重点分析一下客户的某一个部位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这一部分 然后如果现在想要看一下鼻子的一个情况的话 想要看一下鼻子的毛孔 我就点击毛孔部位 然后进行拍照 然后这边就会得到一个分析报告 然后我们可以查看这个描述 然后如果我还想看一下鼻子的油分呢 点一下油分 也是进行拍照 也会得出一个分析 然后我来到我们第三个查看报告 点进去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全面的分析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 然后它会有一个历史曲线 之前的话我这边是拍过六次 它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对比 如果想要查回之前的一个报告时间的话 这边都可以查到 客户之前的检查报告的话 这边都是有记录 点击这个按钮 就可以查回之前的一个记录 然后我们按退出键 下面讲解我们的护理模块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小气泡护理功能 第一个我们先来捡捡一下 离子喷枪笔 我们这款仪器的话是相对比较方便的 它可以点击我们屏幕的开始键 也可以按我们手笔上的这个按钮 进行开关 是比较方便的 然后看一下 它喷出来的水的话 是雾状的 比较利于皮肤的吸收 然后我们下面来讲解一下 离子气泡笔 气泡笔的话 我们也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按钮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吸力的话是比较强的 可以看一下 然后的话 气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按钮来调节 向左的话是调小 向右的话是调大 然后这个吸力就会相应的变大 然后水量的话这边也可以调节 向左拧的话是调大 向右拧的话是调小 然后中间这个按钮 我们可以选择A B C D 四种溶液 A B C D的话是我们中间的这三个瓶子 一般的话可以装进小气泡专用的一些溶液 然后低瓶的话我们会在仪器的后面 就是污水瓶的旁边会有一个低瓶 里面的话我们一般建议的话会装一些中油水 或者一些纯净水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铲皮刀 铲皮刀的话一般我们会有三个模式 M1 M2 M3 M1的话是一个循环的模式 M2 M3的话是一个间接的模式 然后能量的话我们最高是十档 一般我们建议从三档开始 然后我们用默认的M1模式 尝试一下 我们会感觉这个是有点温温的 随后会根据客户的一个状况 可以进行增加或者减少 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超声波 我们在上面喷了一些水珠 然后可以看到 点击开启键 也是先从三档开始 随着客户的一个体验可以增加 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的一个水珠 这个超声波的强度还是挺强的 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黄金射频 黄金射频的话我们最高的一个能量是十档 一般我们是建议从三档开始 使用这个探头要注意的话 我们就不要在一个部位停留太久 这个可以做一个产品的导入 下面来讲解我们最后一个冰封头的功能 冰封头的话我们先打开这个开关键 它是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冰封做一个舒缓的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热敷 是一个导入的功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蓝色灯的话是一个冰封 它最低的话可以调到负实度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 然后如果想做一个热敷的导入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调到最高温的话是50度 然后进行一个产品的导入 智慧冰蓝的六个探头 我们现在已经讲解完毕 然后对于这个西笔头的话 我们是有另外配有五个西笔头 可以按照客户的一个鼻形 进行一个更换 然后的话我们还会配有两个胶圈 当西笔头如果出现滑丝 或者一些小状况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胶圈更换 护理5模块我们这边讲解完毕 然后我们可以按一个推出键 然后的话重点来讲解一下 我们的一个后台产品的上传部分 进入到这个界面之后 我们可以点击管理员 然后密码的话 我们这边是默认的 123456 登录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四个部分 首先是会员管理 之前所登录过的一个会员 注册过的会员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到 然后第二个是机器管理 这个我们不用理会 因为这个已经是设置好的 第三部分是密码管理 如果有需要更换密码的话 可以在这里做一个更换 第四点的话 就是我们产品管理 就是一个产品的上传 首先的话我们可以先在U盘上 把自己要导入的一些产品的资料 先导入到这个iPad上面 然后再点击添加键 点击产品图片 之前上传的一些图片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找到 然后选中的话 就可以点击这个打开 就可以把选中的图片上传 然后的话产品名字 我们可以进行编辑 假如我们先上传一个产品 是做一个补水功能的 现在我们是上传一个补水霜 然后补水霜的功能的话 它可能是减少这个油分 然后收缩毛孔 然后补水 我们可以打勾 这三个部分 然后的话再输入这个产品的一个功效 功效的话 我们先简单来写一下 是补水 然后可以按确定键 我们现在上传的这个产品的话 是跟之前我们检测的一个结果 有一个相关联的 如果之前检测一个结果 客户是缺少这个水分的话 他就可以相对应的 给客户推荐这个补水霜 我们把资料给编辑成功的话 然后按确定键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 显示了一个补水霜 产品上传这一部分的话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产品的一个特点 进行产品的一个描述编辑 还有进行这个特点的一个勾选 这台仪器的话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联网 如果不联网的话 它可能稍微速度会没有联网 这样子快 然后这台最新的一个仪器 智慧冰蓝 讲解完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